唱得了職工廷啊 我负责地说啊 这比无浓软语还要无浓软语 我同意李博老师的观点 而且他唱完了之后啊 我觉得他不光是努力 他肯定有极高的语言天赋 他有悟性 对 尊敬者 如果您已经有名字 和成功了 为什么参加一个生命的节目 可能就是已经很成功 或者出道过的 为什么还要来参加 还用四国语言演唱 创造101的主题曲 周深为什么熟知多国语言 是天赋吗 还是勤劳 我们在听周深的歌曲的时候 经常会听到他的一些好听的外文歌曲 例如英文歌曲 Because of you TikTok Call me maybe Telephone Criminal 日文歌曲 永远同在 另一种相仇 星象仪 Let it go 砰砰砰 打拉崩巴 千语千询 让人不禁的想要知道 他究竟会几国语言 又是怎么学会的呢 I will keep you Keep the heart I will keep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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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e 悲哀感觉 假设是类似你虚构 时观你走不到他 也无难忘 前曾有发尊身后 随见地跑 I see a monster I see a paper 我古遇到 斯罗维亚的内途 现在他在媒体上唱歌 一共用过是 英语 普通话 日语 俄语 波兰语 广东话 乌克兰语 法语 意大利语等九种语言 而且能和人愉快地交流的就有 英语 俄语 乌克兰语 波兰语 意大利语 这一部分主要归功于他在乌克兰学习的经历 因为周深是在乌克兰留学学习音乐的 而乌克兰的地理位置和俄罗斯 波兰离得非常的近 所以每天接触的就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学到 而且他们班里有很多同学都是来自那些地方 日语五十音图 再加上他喜欢看日语动画片的原因 他也熟悉了日语中的日常用语 这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爱好 一方面由于演唱的需要 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 他的日语也是越来越纯熟 当然了 十年磨一剑 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这一切都是源自于周深自身的天赋 和后天的努力的结果 缺一而不可 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周深足足的参加了八台之多 这么多的邀约就体现了 他作为歌手被认可的程度了 当然人气也是重大的因素 就像此前粉丝深情告白所说 周深的微博人气奖 是靠着一首一首的好歌积累的 过年的氛围也和周深的气场 非常的贴合 周深人气高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的综艺感非常的好 幽默有趣的深深 让他的人格魅力 再次上升了一个维度 期待周深的绝妙仙音 越来越好 带来更多的好听的音乐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